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天我們是因為那個康哥 他們國中康康哥 他們公司有辦一個活動 就是幫 讓一些這個需要幫助的小朋友圓夢 帶他們有說幾位 好有意義的事情喔 帶他們去看那個小假實力的演唱會 那我們也跟著一起去這樣 那天怎麼樣 罵聲不斷有這種事 可是我們沒有聽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都看到一幕幕很溫馨的場面 比如說我們在門口集合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那個Julie姐 帆哥的太太 Julie姐 那天下雨嘛 她也是有點淋濕的 然後帶著小孩說趕快趕快 帶他們進去看 他們說那帆哥呢 帆哥還在車上等 就趕快把小孩帶進去看 然後他們在外面等這樣 可是那個Makio 小腳之丁是Delay了一個小時在唱啊 因為那一天 下面有沒有人就是鼓噪 然後有人喊退票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那一天怎樣 聽說他好像身體有點不舒服 演唱之前他有點上吐下泄 本來還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呢 就是他一開始有一個DJ的朋友 就出來 然後就是帶動大家的氣氛 那帶動帶動 那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還在想說 哇 他帶動了一陣子了 我們以為那一個黑人朋友就是假的 假的你不是白人嗎 對 那可是因為他前面帶著很High 然後開張拍一下子 很High就對了 你們Makio就知道 對 那個DJ放的歌都是夜店的歌 就大家很High 對 然後小劇場就整個就變夜店了 差不多跳了半個小時 然後一直跳 一直跳 然後我累了 然後那個DJ就是 妳是不是那時候覺得自己老了 對 教練 因為整個觀眾都是小朋友對不對 真的 真的 他們跳啊 很有力氣 然後一直在等巧巧 沒有 他很奇怪 因為看完了大家就說 好餓 因為七點 對 妳吃 反正就吃個飯吧 他說不要 我想說他幹嘛回家 他真的累了 我真的累了 結果呢 最後賈晉晉出來 是不是他一出來 就跟大家說抱歉是不是 有有有 他就一出來很帥氣的出來 對 然後他唱完一首歌之後 他就說不好意思 讓大家久等啦 然後就是我 就是身體不是很舒服 但是我今天為了什麼台灣 什麼一定要好好唱給大家聽 對 所以表演也沒有說頂 就是沒有說縮短 他還是唱完 聽說媒體上面寫說 他唱到那種非常整個人 對 很痛苦 是這樣嗎 是真的嗎 他拿一把吉他喔 他自己彈 自彈自唱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 我是因為 裡面年紀最大的吧 應該是隔壁裡面 然後就覺得說哇阿姨 真的好心疼 因為你們是陪小朋友去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姐姐都覺得好心疼 妳剛剛講的阿姨 對 馬上上頭 我又覺得阿姨真的好心疼 她也有心疼 雖然她才17歲 然後還可以這樣子 對 所以她的媽媽 聽說小賈斯汀的媽媽 也有陪同來 有有 好像也陪同來到台灣 有有有 那現場真的有感覺到 大家事實上是嗨的 還是不開心的 觀眾 非常非常嗨 所以不像媒體爆得那麼誇張對不對 沒有沒有 聖美那媒體為什麼要這樣做 可是我還是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也出很多錢阿 我不是出在小賈斯汀 妳也是去要票阿 不是我都貢獻給韓國人 韓國人 大家不要忘了小賈斯汀 同一場另外一場 我知道 那天吵架的原因 是因為小賈斯汀 他晚了一個小時沒錯吧 對 那你知道這個票價是很貴的 非常貴 那個錢都是誰出 都是爸爸媽媽出 所以現場有媽媽很生氣是說 那我出了這麼多錢 妳晚了一個鐘頭才出來 所以有跟那個製作單位 抗議主辦單位 那你知道我就現場看到很多 那個小賈斯汀的那個歌迷就哭了 他們說小賈斯汀好可憐 他都生病還出來唱 你們怎麼還罵他 現場是為了這個吵架 因為爸媽覺得說花這麼多錢 怎麼可以少了這一個小時 那也不能要 懂了懂了 懂了 而且找了一個黑人DJ很High 但是他不是小賈斯汀嘛對不對 爸媽的想法跟粉絲不一樣 粉絲是沒有關係 後來報紙有寫說 因為他就說是晚一個小時 但是他的曲目也都沒有少 都沒有少 那是歌迷可以接受 可是爸媽會覺得說 蛤 那我小孩 你知道演唱會 你們知道 如果是七點開場 小朋友都幾點去 六點 六點 沒不止 有時候中午十二點就要去啦 去幹嘛 賣球片 排隊 排隊 你的意思是說 那些家長會不會擔心說 他拖得很晚消息 對 小孩子要睡覺明天要上課 明天要上課 他沒有延後結束 他沒有延後結束 只是家長會覺得說 那這個一個小時不划算 小朋友追星那個是 什麼洪水猛獸都抵擋不了 你這樣看 我們馬西歐旁邊那一位 他就是傳說中的 為什麼你出現啊 他最新的歷史 是從少年隊開始到現在 正確出來是中餐祭祀 中餐祭祀 你是喜歡的 對 十二歲 十二歲的時候 OK 可是你這樣我們就知道 中餐祭祀大概什麼時候出道 那時候他十二歲加一加 對 現在已經八個級了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有追星族 跟受苦的家長族 是 是金族 是金族 那我們先來看那個家長 到底有多辛苦 麻煩他先拿出你的示範好不好 這二十年我沒有存過半毛錢 那我們先唸一下 會看偶像演唱會 請家蕩產南北跑 我們胖姊姊 是胖姊姊 那馬西歐是這幾年嘛 對 十年 那胖姊姊已經是幾年了 二十 二十三年吧 二十三年你看看 他剛剛講中山祭之 他是迷那個人 有到什麼樣誇張的地步 我們住在橫濱 剛好日本的中間 是 他有時候就搭飛機啊 去到北海道 有時候搭飛機到 到沖繩 沖繩 沖繩 真的是南北 很遠耶 對啊 好花錢喔 對 好花錢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一毛都沒有去到 請問馬媽媽 你要帶著她跑 還是她可以自己跑 有時候我帶著她跑 丟臉 有時候這個我不騙妳 有時候陪她去看 那妳知道嗎 買個飛機票就兩人份對不對 那個跑很遠的地方我就不去 妳就不去 因為我還要帶著她 還要帶著馬 對 馬票有時候也去啊 有時候我們 如果說 買了票還有剩一點錢 我們就 這個月有一點多餘的 我們就陪她去看 就看光 馬媽媽妳有沒有估計 她一年那個松本秀魚 要花多少錢追星 花哪個錢 她的票這麼多耶 她有一次去簽證 那時候日本要簽證 結果 他們那個海關就說 你來幹什麼 對 她就把那些票 她說吃拉麵 一疊了 那個演唱會的票 放在那個櫃台 人家就讓她進去 哇塞 就是專業追星族耶 專業的 瑞瑞妳不是她這個 來了好幾場巡迴嗎 對 也是有粉絲就說 每一場她都要看到 一定要 她不是耶 她那個多誇張 那個少年隊是從 夏天七月吧 七月初開始演到七月底 那一天演不知道兩三場 大概十五 一天有時候兩場 妳每一場都要看嗎 我每一場都看 為什麼 她的票數是只有每一場耶 可是妳這樣一個月下面 看了五六四場 對啊 她的表演不是都一樣嗎 對啊 可是就是 對粉絲也都不一樣 沒有 她進去已經是說 小心 等一下那邊會有噴煙 我跟你講 等一下放上去 其實就從她上面下來 妳小心一點 妳看她在那邊 放眼鏡睡這邊 因為 因為松人秋一進去 就跟隔壁一個破口 接下來才有講 沒有 妳知道那個票是怎麼 我是跟著念台詞 我已經會背了 那個台詞我都會背了 那個那個歌舞劇 對 歌舞劇 然後一個月二十五場 然後我看著看她 不好意思 妳們不用讀書嗎 就不讀啊 如果票 如果後面一點的 比較不好的票 我還要去幫她買票 她在裡頭看 我在外面幫她買票 然後她就很熱啊 因為夏天 她就散著散著這樣出來 她就散著散著這樣出來 妳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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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直接就走進去了 又看下一場對不對 對 而且她如果位子不好 媽媽要去外面買黃牛票 更多的票 然後位子比較好的 她就埋了之後 她去追 雖心不分演技 女兒生是有一點 媽媽 她是用腳踏的車 去追人家的車子 那個是後面 然後她就是看土流鄉 她好喜歡她喔 後來她在那個 臨盛北路的太陽城 我每天去看她的秀 那時候我已經媽媽 可是小李還沒出生 OK 所以說我剛好結束一段工作 然後每天門事做 跟我老公說 我要看震照 她說是震照之後分了吧 她說是震照之後分了吧 她說我氣的 我沒看過 我沒看過 好棒 妳是想要她的香水味 是我彼此犯的罪 不該受到 我已經看到她說20場的時候 然後那個傑尼斯的部長 就整個站起來 就說叫所有經紀人 然後工作人員都站起來 然後給我拍手 對 可是那妳這樣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妳說也可以去後台握個手 還是拍個盒子 對啊 我不敢 沒有喔 剛才是這個媽媽也有叫我進去 真的還假的 她媽媽又認識妳了 追清楚啊一定要的啊 我覺得妳算是當 她們不只有那個演唱會喔 她們還有那個什麼歌舞劇啊 舞台劇啊 我也去看過啊 是 那妳是她的歌迷會的會長嗎 我上次她們 簡直是第一代台灣人去追星的人 就是開千歷 然後也是看最多場的人 對 而且還巡迴喔 從中心演完喔 一個月演完了 還巡迴喔 去大阪喔 她們的歌迷是第一代台灣人 那我連中山記之結婚的時候 妳有沒有哭慘 沒有啦 那時候早就已經 對啊 都OK是不是 而且我會 你看看那邊有偶像 她們觀眾流失了多快 是不是 對 我真的不知道妳這麼瘋狂 很瘋啦 我十三歲 我看著中山記之 我會想說啊 我以後一定要跟她一起工作 站在同一個地方工作 然後就拚了十年 然後真的在日本跟她一起工作 以後就覺得 也還好嗎 欸 妳為什麼跟她一起工作 站在那裡 因為我那時候跟許若瑄啊 然後我們上節目啊 什麼會碰到 喔 我中到 喔 欸 她追星追出一個成就感耶 很有毅力的一位 很不錯 正美姐輸了吧 講一下我悲慘的例子 其實 這些我都很熟悉 我花了很多錢 先講我第一個 兒子追星 好 無功而返 為什麼這樣 有時候花了錢 媽媽媽買了門票 我們買了票進去 至少看到偶像對不對 對 那我這個呢 我就講我兒子現在念大學 他迷的是現在最新的宅男 那個女神 就AKB48 不知道是誰 新一代 新一代 可是你知道這個 在日本這個團體 她有48個女生 對 從14歲到18歲 那我兒子只喜歡其中一個叫板野優美 然後因為她去年10月左右她出一個寫真集 那這個寫真集就有一個握手會 只為了只有一天在東京的某個地方的握手會 那我兒子就跟我講說 你帶我去 我可以減肥20公斤 因為我兒子185但是130公斤 他為了板野優美 他減肥20公斤 那我就安排了就是他跟我還有我妹妹 我們三個人就到東京去 而且為了這件事 我還請我們那個我們以前報社住那個東京的記者 然後請他來帶我們去 那我還買了一個一萬多塊的包包給他 我們就這樣浩浩蕩蕩蕩就去了日本 所以只要你帶他去 他就同意要減肥20公斤 沒有 他先減肥20公斤 我才帶他去 然後他減肥了 媽媽媽怎麼沒有用這招 我跟你講 我就是讓他減肥 讓他去追 想說每天在外面 我一個月瘦40公斤 真的假的 真的嗎 有嗎 真的 為了偶像 你是為了東山記事嗎 東山記事 對 一個 五到六 五十八 六十三 因為那三個月 他就每天都處於一個亢奮的狀態 他幹嘛 所以那個熱量 那個脂肪會燃燒 你知道他減肥 減到一個養小燈 真的嗎 我兒子是 等於是三十天都不吃不喝 重點是 他本來是戴眼鏡 他本來是戴眼鏡 他就去弄隱形眼鏡 然後他去看皮膚科 因為他長痘痘 他就把自己變得很帥 我們浩浩蕩蕩就去了對不對 三個人加上我妹妹 其實旅費已經快十萬了 我們就到了東京 然後我選擇是 到了那天我們要先熱身 因為他很緊張 我們就先去澀谷去吃拉麵 我們一群人吃得很開心 你知道一個大男生很餓 他很久都沒有吃東西 他可以坐在那邊 他完全不吃 一直想著明天他要見他的偶像 然後等到第二天 我們就幫他梳妝打扮 都弄好了 然後因為那個握手會是 我們不能進去嘛 那我就請我們那個記者帶他 我們那個記者還用日文 跟主辦單位講說 他來自台灣要照顧他 然後他們通常這種握手會是這樣 就是一整天這個妹妹 大概要握個幾百人 然後他會站在那邊 他會站著 然後你們就有十個 十個這樣排隊進來 一個一個進來好 然後我兒子就很緊張很緊張 然後輪到他 走到他面前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真是 我兒子呢 因為太緊張 太緊張了 所以他頭不敢抬起來 他就一直這樣 他連手都不敢伸出來 然後那個女生就想 你這不伸手 下面一個要走過來 女生就過去 就握著他的手 會用日文 自己來 就這樣子 然後就謝謝他 就講你這些的話 他還是不動 然後後面的人就把他往前推 所以他站在那個偶像面前 只有三秒鐘 但是他沒有看見偶像 然後他怎麼沒有抬起來 奇怪 什麼都沒有 然後他就走出去了 重點是他都沒有看到偶像 就很懊惱 然後手也不願意死 因為他唯一跟偶像 偶像有連結就是那個手了 然後也不吃不喝這樣子 後來呢 第二天我就 我們喔 所有人去幫他買報紙 為什麼 因為我想看看這個女生 當天穿什麼樣子 因為他沒有看見她 他沒有看見她 然後那個報紙上 登了一張好大的白眼油美式 穿了一個那個兔女郎的那個 一個這樣子兔女郎 這邊還有尾巴這樣子 還露奶這樣 我兒子從頭到尾都沒有看到 妳的那個黎媽媽 是 楊媽媽其實 我覺得瘋狂耶 我是十歲耶 妳也追星 妳在追星嗎 五十年前 你們總共提供我們今天是來講 兒女追 那我沒有牌子啊 你看看 所以你們之前也做過這樣的事情 對 瘋狂 而且我媽媽 她是用腳踏車去追人家的車子 那個是後面 然後她就是看楚留鄉 好喜歡她喔 然後那時候她 講正少秋就對了 這是她媽媽的行為 妳知道嗎 年齡看起來比較低 對 她正少秋 所以妳的偶像是正少秋 那先講正少秋好了 那個時候看楚留鄉 非常喜歡她 後來她在那個臨森北路的太陽城 我每天去看她的秀 每天 那個時候一張票一千塊 然後給我一杯 那時候妳已經是媽媽了對不對 那時候我已經是媽媽 可是小黎還沒出生 OK 那時候我剛好結束一段工作 然後每天沒事做 跟我老公說 我要看正少秋 她是正少秋生的吧 她是正少秋生的吧 那應該是正少 這麼輕力的臉部 好可憐喔 好羨慕喔 我大概看了一個禮拜 看到我老公生氣了 妳每天去看她有不同的歌嗎 有不同的戲碼嗎 在那個時代一千塊很大耶 對 然後她一唱完 我就跑到後台去等她 腳踏車就放到外面 她一出去我就腳踏車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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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還假的 真的我不騙妳 那妳有跟她接觸到嗎 沒有 我連手都不敢生 每天就看她這樣 哇 妳把腳踏車直接插在她前面就好 妳把她握手啦 可以了嗎 妳聽說妳會陪女兒去追星啊 會啊 剛剛前面是遠征日本的 妳好像是遠征韓國的 對 沒有說看韓劇看到好 我喜歡裴詠俊喔 我說我們去韓國吧 那是妳 喜歡裴詠俊 剛剛好 就是那個時候 我好喜歡一個 一個人名姓叫趙瑩辰 就是她那次女兒就這樣 當隊伍這應該很帥 對 然後那時候我高一嘛 然後我就知道 她要來台灣做宣傳 後來我就請媽媽說 媽媽她要來台灣做宣傳 那個電視台的長官好像以前認識耶 拜託啦 妳打電話給她啦 我想要在記者會之後 跟她單獨見面 對 然後我就一直逼媽媽 就是拉下老臉去打電話 然後呢 她就整個就是 求人家說 讓我可以在記者會結束 跟她單獨見面 然後我還記得那一天的 就是晚上 然後我就寫一張韓文的卡片 我還留著她的影本 妳會講韓文啊 我就是為了刺點 就一個圈圈一個叉叉這樣子畫 然後畫到靈魂的一點 好用心喔 對 我就寫了一張卡片 第二天要情報考 啊 對啊 希望考完馬上 韓文就一百分鐘 那我寫三十分鐘我就衝了 從來沒有這麼不把她當一回事 然後後來就衝到那邊之後 我就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跟大家比較害羞 我就覺得說 有機會可以見到她 所以我後來 她記者會一結束 我看到她我就衝上去行報 很好 我覺得那才是正常的反應嘛 又報到她 又報到她 有啊 有太久啊 那我還假的 對 她還幫我做了一張照片 好好喔 她旁邊保鏢都沒有看到嗎 就先報了再說啊 OK 這張好珍貴喔 對啊 之前那時候啊 因為她其實很多粉絲後援會 後來就有看到說 她在旁邊就寫說什麼 齁 什麼 但是其實就是 我以前是一個很不喜歡 就是用特權什麼金曲金鐘 我都不拿公關票 跟大家排隊的人 但是為了她 我就有那種 你寧願被罵 為了愛的人 坐多少座都願意 SJM住在家附近 一直叫你媽媽看偶像 潮巴降臨喔 我之前女兒坐在我家 前天遇到周密 像一個人就是在偶像走 然後戴著口罩 然後因為他們來台灣拍戲 租了那個宿舍 就在我們家隔壁 他們的宿舍門口 全部都是歌迷 對 好可怕 我一定有趣 好慘 妳不是看立序還是贏客 那邊就有八三十元 然後我就看了 很快喔 好多好多小女生在那邊排隊 我看到跟老伯伯一起腳踏車說 伯伯啊 大明星回來沒有 她說還沒有 她就把腳踏車一放就在那邊等 我就買杯咖啡在那邊等 我也在那邊等妳 沒有沒有 那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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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 要跨2000年就是很大的一個 就是感覺對我來說是 千禧年的到來這樣 我就聽到那個月之海 就是Luna是要辦演那個跨年演唱會 我就很想去 在日本辦 那時候我們在台灣 對 就跟我媽媽講說 我要去看演唱會但沒有票 但是先去了再說 一去 然後呢 我們就想說沒有票可以進去 對啊 還有班 而且他剛剛有說去了再說 對 去了 對 因為那個票是瞬間賣完 因為又是很特別 又是跨年 對 然後想說 可是我又很想去 然後就去逛那個各大的票 票 賣票 賣紅牛票的地方 然後就看到一個玻璃喔 玻璃窗喔 有一張Luna市的票就錶在那邊 很高的地方 如果 那個時候 對 你喝醉我一定壯 是不是 他的風格 對 但是那個時候我又是十 那時候他還沒有喝酒 十三 十四歲吧 還是很小的時候 然後就看那個玻璃 然後就一直看到那個發光那個票 但是我看到那個價錢就有點嚇到 多少錢 七萬日幣 七萬元價多少 元價 九千 八千吧 八千還是 已經飆到七萬 已經七萬 只有一張 然後又七萬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又沒賺錢 但是我一直在看那個票 然後很想要 又很怕旁邊的人看到我在看這個 然後又跟 人家跟我搶那張票 我就拜託媽媽 想說可不可以幫我買那張 七萬 妳說得出口嗎 一定要買啊 為什麼 因為人已經到了東京啦 所以玻璃是一張 那他要看啊 玻璃窗的錢 玻璃窗的錢 而且只有一張票 兩萬 請問我要去哪裡 兩萬 對啊 大家都忘了媽媽 他好像在後樂園嘛 然後他旁邊一個天橋 旁邊有一個那個 那個麥當勞之類的 不是麥當勞 就是賣那種素食店 那很冷啊 我只好躲到那裡面 去喝個東西這樣等 等到大概十一點人家打烊 是 請問我要去哪裡 我就站在 好偉大人嗎 好偉大人 就放煙火啊 跨年啊 倒數啊 倒數啊 然後我就哇 可是應該要超過十二點的啊 對 應該超過的啊 對啊 就等他出來 那也不知道幾點 那車出來 你已經不能動了吧 冷到不能動 媽媽那時候好冷吧 很冷啊 跨年啊 年輕的啊 你為什麼不找一家 那種二十四小時的店 待著呢 那我就不能及時過來 他這一邊 好偉大 因為想過媽媽在外面等 沒有 就是在看你 然後你就說 你是不是忘記媽媽 這樣 對啊 對啊 然後還就這樣 喔 出來 出來看到媽媽說 媽媽妳怎麼生氣 沒有 出來看到媽媽 媽媽還老了一些 對 真的 真的 來看向人的第二條好了 我覺得 你看啊 我覺得喔 這一小孩啊 好 來 我女兒呢 封這個偶像的那個商品 那 她奧秘嘛 隨她用啊 什麼意思 因為我女兒是Super Junior的這個 忠實的粉絲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得罪粉絲好嗎 對 那剛剛有講說除了東三氣之像這樣 你們以為說我們就是買演唱會票進去 不是耶 那個是基本消費 我們還有其他的消費 就是買周邊 於是Super Junior 對 有沒有那個也是秒殺商品啊 我不要丟了多少箱了 對不對 我還出了一個房間去放東西 裡頭好幾箱他們的這些周邊商品 你知道一支螢光棒喔 要買那個就是有正版跟盜版 所謂正版就是他們粉絲團 許可的 那這樣一支螢光棒可能成本二十塊 但是買的時候是兩百塊 那就要兩支 就四百塊 這是基本的 然後你要到現場 Super Junior有多少人 你每一個人在周邊都要買 都要買 然後你再跟大家團購 一直點頭 那你看一年要花多少錢 那我女兒呢 她都會固定到那個就是 對啊 現在有個九五月府 專門就有一堆周邊 你要訂 然後還有海報 你們都有去對不對 你們這些銀法 從小放到大啊 你知道那個地方裡面 全部都是日本跟韓國的一些粉絲 機滿滿 它是一個很小的一個店 等一下 對不起 就是那種每一項都要買嗎 一定要啊 那是基本的啊 你不能挑你喜歡的買啊 每一項都買 我是會挑東山雞汁而已啦 可是每一項 只要有它的頭 那如果漏掉 你會很 會啊 然後就到處去收集 會啊 她也是把我東山雞汁那個 那個海報用破了 她是 她是 妳是把我東山雞汁 她真的很想要提 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就是 輕輕控我就破掉了 但是會 對啊 妳有點擦到她的心了對不對 真的擦妳 那是胖姐第一次無情的打妳 對 發 就眼睛發紅 對 而且啊 那個粉絲很要求就是 像我們以前有的時候 他們會送記者那種贈品 就是專輯的贈品 那歌迷會不收那個東西 要買正品 正確的證 他要買 那他買下來不是要聽 其實網路上都聽得到了 買起來要供著 就是把它擦乾淨 收藏 放在她的玻璃櫃裡 你不能碰 OK 那我說這個卡號密碼 意思就是說 就是我給她一組這個號碼 然後她隨時就給ATM進去 買這個箱子 我覺得妳太從你女兒啦 不對啦 因為一開始她就是 正美這樣不對 可是她開心 她會把密碼告訴 不會啦 可是她開心我就開心 妳們有多少額度讓她用呢 其實這個周邊沒有很貴 幾百塊 三九九 五九九 七九九 類似這樣 那我要講 那我要講 我要講就是說那個 Super Junior每次來 他們有一個封號叫雨神 其實每次來就下大雨 那我也跟媽媽媽一樣 就是說 我會先送她去 她比如說晚上是七點的演唱會 她真的早上八點就去了 就去買周邊 買完周邊她就進去 然後妳就要外面下大雨 然後我可以了解媽媽媽的心情是 我們不敢在別的地方等 因為怕她出什麼問題 因為人很多 然後下大雨一定要等她出來 那她在裡面多少小時 我們就在外面多少個小時 因為那時候還小嘛 十幾歲而已對不對 對啦 我女兒現在國中 可是妳還是會擔心的啊 有國中啊 對啊 所以她去哪裡去追星 我們就跟妳那裡去 妳有沒有跟她講說 妳這樣瘋狂追星是不對的 要專注在讀書上面 講也講不聽對不對 我覺得 她 我剛剛講的她快樂我就快樂 所以一開始我不認識 Super Junior的時候 她就不跟我講話 所以就變成說 那我要去認識她們 我認識她們的話 妳就可以跟她溝通啦 那盛梅姐 我跟妳講個好消息喔 對 真的 我前天 我前天遇到周密 她一個人就是在路上走 然後戴著口罩 然後因為她們來台灣拍戲 租的那個宿舍就在我們家隔壁 然後所以我就看她一個人就 真的 可是她們的宿舍門口全部都是歌迷 全部都是喔 全部都是喔 我一定有趣喔 妳是看立宿還是銀鶴的 她喜歡始源吧 她喜歡始源 她喜歡始源 然後我就在那邊看 始源都拍戲不對啊 好多好多小女生在那邊排隊 我看一個老伯伯一起腳踏車說 伯妹啊 大明星回來沒有 她說還沒有 她就把腳踏車一放就在那邊等 我就買杯咖啡在那邊等 所以我也在那邊看 沒有 沒有 他們的粉絲有個特性喔 他們有車隊的 就是這個 舒服就你要去哪裡拍戲 上節目他們就跟著 然後到了現場之後 他們會維持繼續 他看到記者的時候 他會把冰送上去 希望你多寫東海的好話 這請你吃 對不對 他們都很客氣 然後也拜託你要對我的偶像好一點 粉絲真的好死鬆喔 等一下那個冰的錢是媽媽出的 對 怪不得我可以理解 小賈斯丁的那個媽媽 其實可能是累積 因為不吃的那一天延遲而已 然後看她買很多商品 然後弄到最後 對 所以不是那一張票 那妳吃完冰真的有寫好話嗎 妳們 不行 不行 最近最高睡公園 母女感情有獵風 六歲 然後就是我為了要去大阪 看他們的那個舞台劇 然後我就去了 然後因為我 就是也是就是管他先去在座 也沒票也沒有訂飯店 然後我只好去了那邊 然後就兩天沒睡覺 第三天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在飯店樓下的那個廁所 就睡到 妳也睡過啊 不是嗎 沒有 有 還是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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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一天喝醉酒的伯伯在那邊 沒有 他胖胖的沒有人要禮拜 沒有 那是妳的女兒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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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星瘋狂望時間 甘願公園打地 睡在公園 松本秀雲 不是我 不是我比較胖 松本秀雲睡在公園 沒有啦 妳睡在廁所 睡在廁所 沒有 那時候我才16歲 幹什麼 然後就是我為了要去大阪看他們的那個舞台劇 然後我就去了 然後因為我 就是也是就是管他先去再做也沒票也沒有訂飯店 然後我只好去了那邊然後就 兩天沒睡覺第三天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在飯店樓下的那個廁所 就 就找不到 漂亮的小女生 東京 因為我鎖起來了 門鎖起來了 妳也睡過啊 不是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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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喝醉酒的伯伯在那邊 沒有 燙燙的沒有要理開 那是妳的女兒 很安全很安全 沒有啦 因為我都有朋友在 妳為了追星當流浪男 對啊 好可憐喔 然後一天站16個小時都站 吹風啊 鱗魚啊 然後你知道就是那個夏天熱的鑰匙啊 然後冬天冷的鑰匙 就是 你知道 很堅持 有一些 有一些歌迷他們排隊買票有沒有 對 還自己帶帳篷啊 帶什麼 就在那邊跟他拚了 對啊 對啊 他夏天熱的鑰匙 冬天冷的鑰匙 好 來看我一下我的 我們去香港碰到了我女兒的偶像 是 然後我講一下就是 去年我們到了香港 然後我們住在那個 某一個五星級的飯店 然後帶小朋友去玩 然後我們下 我們要從15樓要下來的時候 電梯停在12樓 然後我們全家人嘛 四口 然後就進來兩個男生 長得高高的 帥帥這樣子 然後就背對著我們站著 然後他們是要從12樓大概是要去9樓 然後我就看到我女兒就哭了 就哭了 很奇怪 然後走出去的時候 我女兒就尖叫說 原來他們跟我們住同一個飯店 那不得了 我女兒就開始哭說 我遇到他們了 我怎麼會遇到他們 我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 你幹嘛 他遇到偶像不都這樣嗎 你會不會我給我很冷靜 然後他打工我也很冷靜 那現在怎麼辦 那我就拖著他出去 那因為那個 那一層樓應該是被他們包下來 我們進不去 我們就到Lobby去打廳 然後我樓就帶著我兒子先出去逛街 我們竟然就沒有去逛街 我就帶著我女兒到Lobby去等 因為那個Lobby就已經做了一些歌迷 那天我們就整個廢掉 我們就在那邊等CN不入 等他們下來 馬基爾這邊也有 我們這邊追星族有話要說了 是 第一個 會跟偶像更接近 演唱馬美感流行 就是那個時候我才12歲吧 然後呢 那個時候小資者在他們來台灣開演唱會 有暗示奈眉會 還有TRF 各部都辦一個演唱會 然後那個時候 暗示奈眉會非常流行 很紅 然後大家女生都要學暗示奈眉會 眉毛細的 然後嘴唇還要擦咖啡色 對 要框起來 對 框起來 怎麼連那個妝都要全部要模仿他 然後我就跟胖姐講說 我要去看演唱會 那你可以幫我打扮 那時候很像那個大雄 就戴一個眼鏡 對 然後頭髮亂七八糟很醜 真的 都沒有打扮過 12歲 可是我想要去 對 想要去的話 應該要打扮一下吧 這樣 然後就被打扮成這樣 我整個很想消失這個時候的 狀態 那時候很可愛好不好 眉毛細都 眉毛細 而且一糕一丁 然後想說 整個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欸 拜託那時候小時候 就看上妳 就要 就是因為這樣子打扮 那妳要謝謝胖姐幫妳打扮 對 她穿了我的衣服 胖姐 那是妳的衣服中衡的呢 對 沒有 它是一件大的衣服 我把它塞進去 我把它塞到內裡 沒有 那種比較瘦 真的比較瘦 好恐怖 反正就是忍痛那個 所以當歌迷也會被偶像 像項重反而變成明星啊 妳看妳就這樣出來對不對 對 雖然是說我是為了中餐集資 來看妳的機會 但是為了中餐集資 喔 那歌還鬼的 對 她 湯門秋雨換妳的 胖姐姐 胖姐姐 花錢追星不手軟 公司長官向我鞠躬 對 剛才有講到 有講的就是典禮市的部長 她有沒有統計 有沒有給妳個編號 妳是她們的追星組的地級 沒有 沒有 她是 我有特別待遇 因為我是第一個從日本 就是要上次走 不用排隊 就是從台灣來的 然後譬如 有一次是那個晚餐秀 然後那個部長 晚餐秀超貴的 超貴的 對 快要五萬塊日幣 然後是她媽媽 是東餐集資她媽媽幫我拿的票 然後因為她是先給一個號碼排 然後我不知道要去哪裡去領 然後那個部長就自己走開 說幹嘛 你找不到票嗎 因為那個部長其實是一個很兇很兇的人 在日本大家都怕她 可是她就對我特別好 就說我幫妳拿了 對 沒有 沒有 就是因為我很乖 對 然後她就會親自去幫我拿票 這樣子 哇 說實在已經那個追出感情來了 對 東餐集資的媽媽 既然認識妳 有邀請說去她家玩嗎 沒有 沒有去 蛤 她去剪頭髮 欸 她還到東京她媽媽那個美容院去 然後 東餐集資的阿公還 還在那裡 對 哇塞 她連東餐集資阿公都認識妳 喜歡一個人一定要把她很多周遭的人 都要 去顧好 對 都要顧好 意思就是說 妳所有人都會見到 只是沒有見到 對 因為之後就有季 她要幫妳去幹嘛 對 妳看她阿公阿嬤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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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東餐去對妹妹也很好 真的啊 好棒喔妳 來 換小黎的 我除了剛講的就是期末口不管寫卡片之外呢 對 最愛就是妳剛到韓國去追星的時候呢 哇 我還遇到颱風啊 喔 就是那時候跟媽媽到韓國去 然後呢 那時候去韓國五天 我想說她要追裴永俊 然後我想要追造營程 我們兩個人就想說 那就搜刮他們的周邊商品好了 結果去韓國五天遇到四天颱風 那時候我跟媽媽說 怎麼辦 我不可能來到這邊還關著飯店裡 然後我們就在狂風暴雨中 就衝去那個 那時候他們拍攝韓劇的那些場景 然後我媽還在路上 就抓到了一個長得很像裴永俊的韓國人 跟她說 隨便亂抓 隨便亂抓 那個叫老名 那個人就裝得跟裴永俊一模一樣 穿那個大衣戴那個眼鏡圍那個圍巾 她會不會就是裴永俊 不是 有一點點不帥 可是 要還可以這樣 女兒是才怎麼樣 媽媽要不全責 對 她的ER也無愧 從前打工日到任務 對 我什麼都做耶 我還去做過那個 電動玩具的開分員 對 服裝電啊 反正什麼工都打過 然後打工工日就走了 你追星的錢都有出的 那個都沒有資料 你今天媽媽都沒有資料 媽媽你的意思是 你供應她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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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就報復她追星 你供應她 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是我彼此犯的醉 不感受到她 我高三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很喜歡一個偶像歌手 她剛出來沒多久 然後那時候就是她很紅 忽然間爆紅 我就寫了很多小卡片給她 還有準備點心 因為她很喜歡吃東西 然後後來那時候我就... 她追白雲幹嘛 然後後來那時候第一次的卡片 我是在她錄影的現場 我不敢給她 我叫我媽給她 然後我媽就被我推過去 然後就說 這個...這個是那個小黎給你的卡片 然後她那時候收了卡片之後 我就好開心 我覺得說 她說不定這我有印象了 所以我就開始又做卡片 然後寄到他們公司 就是每個禮拜都寄 每個禮拜都寄 然後直到有一天呢 我就是參加她一個簽唱活動 然後那時候想說 不能只靠媽媽 既然她應該已經認識我了 我要自己在她面前交給她 然後她那時候 剛走出來的時候 我本來就很有氣質地說 不好意思那個... 她繼續走 走走走 不好意思那個... 她還是繼續走 然後想說 怎麼辦怎麼辦 我不可以的這樣子 她是韓國人 妳應該用韓文吧 她是中國人 她是台灣人 然後那時候我就 想說我豁出去了 我就追到她前面就說 我很喜歡妳 是妳說是我的卡片 所以她們就去給提書 那種感覺 然後後來她就這樣把我手撥 大頭讚美 她還是她的助理 對 她本人嗎 這太傷人耶 然後... 然後後來我有看到沿途 她拿到的卡片 可能有點多 或怎樣 就是還有掉在地上 然後我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覺得說 我就覺得說 我又覺得說 她回來大哭啊 我不要她 我把所有照片都撕掉 以前還放在皮夾裡 對 我還把她放在合成照 我還做合成照 塞皮夾 妳很迷她對不對 對 妳會發覺說 其實她並不珍惜妳對不對 我都覺得可能就是粉絲的愛 她可能太多 太多了 她難以妳應付 對 好慘喔 來 一百萬 買她的什麼 買她毛巾 從頭到腳的東西 假如說 日幣嗎 日幣啊 那也是三十幾萬啊 三十啊 可以買國慶包了 差不多 那我後悔 這個原大頭又是媽媽嗎 對不對 對 她自己也自己賺 她自己賺 假如買 每一個雜誌一定要買 對啊 手邊上面很多很奇怪的 有什麼剪指甲的啦 或者是什麼 鏡子啊 就是生活用品 還有衛生棉啊 什麼全部都有 衛生棉 用過的嗎 衛生棉 用過的 沒有過 那個衛生棉上面印她的照片 然後妳拿來使用 這樣對嗎 就是假的 媽媽嗎 對嗎 不太對齁 有沒有看到 不會啊 粉絲會覺得很好 她就是一包 上面有她的肖像 對 她們現在都做女性商 其實那個應該不會用啦 對 要會拿回家供著 對 像小黎她哥哥一起啊 不懂耶 她哥哥比她大八歲 一場截子很酷 她在竹科上班 可是去年那個老鷹合唱團來啊 哇 她捨得 然後呢 周邊產品全部買 那個T恤她說一下來 全部每一間偷偷買 然後 六點的那個演唱會啊 十二點就開車 她老婆說 妳那麼早去林口幹嘛 她說一定會塞車 對 對 她說我胖 她可能會出來上廁所 然後會跟我遇到 我不要錯過任何 可以跟她見上面的機會 她比她很酷 她的年代的偶像 我們那個年代的偶像 也有來小巨蛋嘛 是 什麼安迪威雷斯啊 有… 我跟妳講 我看了兩個以後 她有比騎師嘛 對不對 我看了兩個以後 我不看了 因為每一個都變成那種風 妳知道嗎 像瘦巴巴 皮包古那個阿公 一模一樣 都找了一模一樣 妳找不到她以前的 老婆妳也是阿嬤 對啊 可是我沒有 真是禿頭 我跟妳的真是禿頭 都已經知道禿頭了 真的 好開心 沒有人真的都會老啊 對啊 所以千萬不要看外表 真的 是 來咧 鬆粉秀雲的第二點 追到ER也無愧抽籤 打工任勞任怨 對 要打工 那秀妳是怎麼拚的 我啊 我什麼都做耶 我還去做過那個 電動玩具的開分園 然後酒店 是酒店 沒有不是賠酒 是那個機房 我在幫忙放袋子的那種 對 對 分享歌曲 然後什麼服裝店啊 反正什麼工都打過 然後打工兩個月就走了 妳追星的錢都我出了 那個都妳自己吃掉了 好不好 那都自己吃了 只好大一點 十六七歲都自己 所以嘛 媽媽妳的意思是 妳供應她追星 不給她吃 對 好壞 好壞 不給她吃 不給她吃 她說妳應該追星也吃 不給她吃 所以她就報復她 吃成這樣給妳 她這樣給妳 最追星 最主要是要讓她瘦對不對 所以 她一天喔 到外面只吃一個飯糰 對 一個飯糰跟烏龍茶 妳把烏龍茶 我不是把烏龍茶 因為我希望她瘦 可是這樣子 追了十幾年 她每一年都增加增加 越來越胖 女兒子這樣 錢後這樣追星 總共花妳多少錢 差不多 應該幾百萬有 連飛機票啊 部署啊 是這樣子啊 就離棟房子了喔 小一點的吧 真的 應該跑不掉 看到小孩子很高興的回來 然後講她 今天怎麼樣怎麼樣 真的 我們自己也是 會心胸比較舒坦一點 總總比是 不能看她 要死了怎麼樣 好啊 每天為妳要死要活的 對啊 我們這個不給她看 她還是離家出走怎麼 她也擔心死了 真的還假 胖姐妳跑去哪裡 沒有啦 沒有離家啦 我媽通常就會給她 她要離家付錢 我已經給她錢 好啊 機票也買了 不然她會威脅要離家出來了 是不是 好逼喔 不可取 可是說收到這個 大家都花錢 我尊心有賺過錢耶 什麼意思 我有 REN她來台灣 第一次在小巨大演唱會 然後那一次的時候 我就是一樣 就是跟我同學 就是冒雨進去排隊排隊 然後唱到一半的時候 就是還停電那一場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 哇 追星怎麼會那麼辛苦啊 會覺得說以後還是不要來 就是排隊看演唱會好了 結果那時候就看到 欸 他們在辦抽獎活動 平票跟丟進去就可以抽 最高獎之一萬元 然後後來我同學就說 算了啦 人那麼多不要投了啦 我說我都來了 然後我就隨便就丟進去 結果後來 我就把那一萬塊倒走啦 哇 真的好辣子耶 我們松本秀雲喔 嘿嘿 妳很賺錢 不是 她還做到黃牛耶 什麼意思呢 沒有啦 因為你知道真的錢不夠 又很感進去看 因為我 你知道我何來可聽 所以每個人都會對我很好 然後我就會到處問票 欸 結果我今天的票怎樣怎樣 然後就常常會拿到一堆票 然後我就挑裡頭最好的 然後其他就是貴個幾千塊賣出去這樣 就在那個劇場前面坐黃牛 可是我一定有票 對啊 可是因為有的人喔 包車啦 用摩托車追啦 我跟你講那個真的太危險了 說實在 我就會發覺說 其實一個人會追星 表示他心中還有一種夢想 對 單純的渴望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追星真的要亮麗二位 不要讓父母太辛苦 祝安全第一啦 OK 謝謝 謝謝大家分享 從今天往前後引擊不幫 發兵來源不可置疑 美人姐 他是定行力官能強迫症 對不對 他們所講的是 他對你的味道都能接受了 我小看你不要這樣 我私は金銅王 二十幾個工作人員幫憲哥擦臉 沒想到 柏蘭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